一定要注意和弦图的六弦上 画了一个小叉子 这个小叉子的意义特别重要 它表明我们在实际演奏BM和弦的时候 六弦不能让它发出声音 在分解伴奏的时候 不想让六弦发出声音 非常的容易 不去弹它就可以了 但是在扫弦的时候 扫到六弦是在所难免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想办法 让六弦不发出声音 我的方法很简单 按好BM和弦之后 食指指尖往上顶一下 用指尖触碰到六弦 这个时候再碰到六弦 它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哑哑的 没有实际音高 不影响和弦的整体声音 咱们来对比一下操作特点 用指尖按住六弦 用指尖顶住六弦 声音是闷闷的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BM和弦 在和弦推导演算中的重要作用 BM和弦保持手行不动 往高把位平行挪动 一品 这个和弦就是CM和弦 再往右整体挪两品 这就是DM和弦 再往右挪两品 这就是EM和弦 如果BM和弦往琴头方向挪的话 挪一品 这就是降BM 再往琴头挪一品 横按就跑到了琴头上 这个时候这个指形就是AM 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和弦 咱们把横按的这两个点位给它盖上 剩下的这三个点位就是AM和弦的指形 其实BM和弦就是把变调加加在二品 然后按一个AM和弦 然后咱们用实指替换变调加 用中指放在二弦一品的位置 无名指放在四弦二品 小指放在三弦二品的位置 也就是按一个AM和弦的指形 BM和弦就由此诞生了 同理咱们在这按一个A和弦 整体往右挪两品 按上一个横按 这个就是B和弦 再挪一品 这就是C和弦 再挪两品 这就是B和弦 依此类推 我们把用手指代替变调加的这种推导和弦的方法 亲切的称为人肉变调加 F和弦也是如此推导 F挪两品 G再挪两品 A 同样 FM GM AM 并且F和弦 其实就是从E和弦推导过来的 FM就是从EM和弦推导过来的 OK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认为应有掌声 老铁们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吉他自识学 今天的分享 关注我视频 每天持续更新